台北市西宁南路有一间商场 日前有一名男子偷走了一百多样的商品 被电源试破之后 他还谎称说东西是在二楼夹娃娃机夹到的 殊不知这整间店里面根本就没有夹娃娃机 哪一位 那怎么样 就是都没有结账过面包 远景到场逮人 且嫌还悠悠哉哉的讲电话 完全没预感自己大难临头 甚至不惜说谎 撇清责任 警方疑问立刻破功 原来窃嫌先是偷了一百多样商品 在谎称是二楼夹娃娃机夹到的 否认窃行 我们实际重回现场 店家二楼根本没有窃嫌所说的夹娃娃机 公然说谎实在大胆 台北市西宁南路上一间卖场 日前遭到窃嫌偷取商品 一名76年次的红姓男子 一时兴起边逛边偷 把物品装到自己的纸袋背包 包括公仔零钱带生活用品等 偷完后从一楼侧门离开 把东西放在店门口后 再进去偷第二回 直到店员起了疑心 发现货架上物品真的少了 直接冲上前 而这回窃嫌不但没偷成超夸张打脸行径 也闹了笑话 甚至让自己吃上行则 记得蔡杰与若维台北采访波动